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的中國娃娃 靈製作人小汪 馬上來看看由此一說 你知道嗎 在泰國 每個人幾乎都會佩戴佛牌 聽說佛牌會給人帶來好運 今天我們就來聽聽 靈製作人小汪怎麼說 台灣人真的也很喜歡善意 對不對 然後這個小汪哥 其實就是有佛牌是不是 我都沒看過 你有去求佛牌 太厲害了 他就類似台灣的平安福的道理 原理是一樣的 只是他來自於泰國 對 他來自於泰國 然後只是有些是屬於 比如說廟裡開光 有些屬於師父開光 他就是來源不一樣 跟裡面的材料不一樣 那你這個是主公... 事業 那真的有待望你 我請的第一面大概三面 三年多前吧 你三年多前 請的 那時候我代理就不管他 可是我覺得很順遂就是 一直到後來就是 你碰到問題他就幫你處理 就是他會迎任而止 他不會有太多的困擾在那邊 可是你怎麼知道 這麼好的運氣是 佛祖帶給你 還是你自己本來命就不錯啊 我們姑且說 他有沒有效果 但我覺得起碼就是 帶了心安 對 你要相信他 那如果你不想想你帶了有沒有 就沒有用 那何必去 對啊 就是人就是 反正都是要往好的地方去想 你永遠去想不好的 他就會不好 對 你要去想好 即使你碰到不好 你還是樂觀去的話 你的人生就更不一樣 所以對不對 對 所以其實有時候 人知足就好 你就會有花不完的錢 所以這邊呢 黃老師要從我們的 手面相特徵來告訴我們 到底什麼樣的 手面相特徵的人 他一輩子呢 不缺錢 真好 好 我們今天著重用手相 這個很像一隻佛掌吧 用這個手相來看 你到底一生中有錢沒錢 最好是一生中不缺錢用 那麼首先那這個不要看他的蚊的話 看你的手 你的手最好肉很厚很軟 還有非常紅潤的話 沒有 這一生中好命 不必太辛苦你就有錢了 那比較福太的人不就是 對 沒有錯啊 他不必做什麼事情 你手都沒問題 做事的人這邊手都比較薄 輕輕都露出來 好 這是第一項 我們看第二項 第二項有一個叫做理財蚊 我們手上有一條理財蚊 就在這個地方 大概在這個位置 是一個橫線的橫蚊 對 那麼觀眾朋友你看一下 你這個地方 你這個地方如果是一個彎曲的 不是 彎曲的那叫金星袋 而且那金星袋 可能還斷斷續續的 那不是我們今天要講的 我們今天講的理財蚊 是很完整的一條線 就是這麼完整的一條橫的蚊 沒有 在這個地方 沒有 老師是兩手嗎 還是男手沒有 任何一隻手有就算了 有一隻有就可以 兩隻都沒有 那麼有這個理財蚊 表示他天生的理財能力很好 錢財在他手上 他就有辦法錢滾錢 不管是替人家理財 替自己理財 都會賺大錢 如果是老婆的話 他不是自己賺錢 就是幫老公理財賺錢 所以這個是 我們常常講說 手上你有這麼一條 理財蚊的人 不能說大富也要小富 那大富更有可能了 好 這是第二項 第三項 麻煩我們看一下你的拇指 拇指的中間 如果你有這樣的一個眼睛 我們稱為叫做鳳眼 我也有 那完整 要完整才算 不完整不算 他超明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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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完整 如果你在自己長眼開的 非常明顯 真的假的 任何一隻手有就算 有一隻有就算 那我的是咪咪眼 算不算 我看一下你 咪眼 他那個眼睛有張開 我的是咪咪眼 要完整就好 還不錯 這個丸子表示他 我們講他也叫膚子眼 就表示他很聰明 知道怎麼去賺錢 那麼也就是說 這是富貴中人 而且是早發 如果你有這個鳳眼的話 然後繼續麻煩 請各位看一下 鳳眼的下面 就是拇指的這一節 我們稱為叫第一節 如果你有一條線 是很完整的 這樣一條線的話 叫財褲紋 叫錢財的褲 表示那個褲 都已經把它裝起來了 包起來了 不再美出去 沒有 那麼這個如果有裂縫 就不算 表示你的褲沒有包 沒有這個完全的 收得很好 要很完整的一條線 它是中間一小塊 這叫財褲 那財褲裡面的這一邊 就有亂七八糟的線了 這個就沒有關係 這叫做財褲 再強調 這叫財褲 這叫財褲 這個時候財褲 裝在裡面 表示越裝 你聞越多 裝得越多的財 而且這個財褲紋的出現時間 大概也可以算年紀 真的 如果這邊是年輕 是零歲的話 一直下去中間是四十歲 到這邊算八十歲來論的話 看你出現在哪裡 就知道在什麼時候 你這一生的錢菜 整個已經裝起來了 收起來了 等一下我可能要很老 這叫財褲紋 財褲裡面是財褲紋 就是越下面的對不對 越下面就越老 越那一邊就表示你年紀越大 才有辦法收到更多的錢 另外還有幾條線 也是我們叫錢財褲 錢財褲是出現在這一邊 這個不是很重要 這是表示說一生中 沒有大錢 但是還不會缺錢的意思 在小指的下面 這邊有幾道 小小的小線 也叫做創作文 表示它有創作 頭腦滿聰明的 唐老師有是不是 很多呢 如果有的話就會發現 這個文在講一下 你那個是認證的嗎 這個文跟其他的文比較的話 其他財沒有那麼多 但是它不缺 不像這邊剛剛講的 這裏財褲就大了 或者說這邊財褲紋包起來 裝起來就裝很多了 這個只表示它不缺而已 我們只求那個就好了 我們就不缺就好了 不用多 真的 除了這個之外 最後呢 我們看一個有錢沒錢 在首相有一個很重要 你還是要參看所謂的 命運線跟成功線 這兩條線要好 那其他的才有用 要配合再來看 這個呢 我們以前一直都有講過 中指以下的叫做 命運線或者事業線 無名指以下的就叫做成功線 這兩條線要完整 不斷 清晰 這樣的話整個搭配起來 才可以看得出來 你的手是不是一個 有錢人的首相 或者我們剛剛提過 一生中不缺錢用 給各位做參考 謝謝黃老師 好 其實你們知不知道 就是全世界最愛算命的國家 是哪一個國家 泰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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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錯 你們知道嗎 泰國人超愛算命的 根據報導 泰國人一年花費在算命 這件事情上 就有一億美金 多不多 而且這是算命 如果你還包括什麼祈福法會 什麼動不動就來一下子 然後住個怎麼給我還是什麼的 五億美金跑不掉 恐怖恐怖 所以泰國人很有 而且他們幾乎家裡 都會有安的佛像 對 幾乎每家家戶戶都有 沒錯 泰國除了四面佛很有名之外 我聽說這個白龍王也很有名 好多港星都很信任這個白龍王 對不對 什麼大小事 比如說像那個 剛結婚的梁朝偉他們 也都去問白龍王很多事情 他們的弟子 事業啦 家庭啦 婚姻啦 什麼都問 說到這個白龍王 我去年十一月我也去辦 不去 因為我們劇組呢 有人就是非常相信 那我就跟著去了 然後我去到那邊 我入境隨俗一下 一定拿那個 這個是白龍王幫我那個 簽名 簽名 對 還有我就拿了一些那個 他的太幣跟美金 就請他幫我簽名 然後放在錢包裡 然後我還求了一個 他的那個 這個符 他這個符是誰 沒有符 真的有符 在白龍王那邊 對 吉他球的 這樣子 這是基本的啦 我覺得那裡很好的是 他就是早餐 中餐都免費吃 吃得非常的好 真的看一下 這吃什麼吃什麼 就是所有東西 就是很多種東西 對 好不好吃 還不錯 等一下這個我一定要去 而且不用錢 對 不用錢 等一下 他原則上說 你一定要看白龍王才能吃嗎 當然 就是你要去香油節 然後你要去香油節 你一直想去吃 沒有要看 沒有 其實你吃了不捐香油錢 他也不會發現 但是你自己會不會良心不愛你 你現在還好 你現在吃到那邊 你現在吃到那邊 你怎麼可能不敗呢 一定不敗 就問一下安君菜 年輕人也有去吧 我有去吧 她是就是說 有一個阿嬤 她是白龍王附身的 對 阿嬤 還有另外一個阿嬤 對 泰國有兩個白龍王 阿嬤是住在鄉下裡面 對 鄉下的一個別墅裡面 對 真的 而且她完全沒有開墓 而且她就是像一個 老泰國一樣 對 很慈小 非常慈小 而且她們講台語 對 什麼啊 應該是潮州人 對 因為我們那時候去 還有一個女生的歌手 然後她就是握著她的手 她會先冥想 就是可能那時候在 她在神遊這樣子 然後她就說 她想完以後她就說 我看到你 站在舞台前面 然後後 她都不知道我們做什麼 她說後面有很多人在跳舞 所以你是唱歌的 對不對 完全準確 而且 會不會是蔡依林吧 不是 不是 對 然後另外一個也是舞台師老師 她就說我看到你非常賣力的跳舞 如果你再持續跳下去 你會很好什麼什麼 一大堆 真的 結果是真心贏 不是 然後她就是 她一步跳下去跳得很好 結果到我的時候 她居然說 你最近是不是有在開店 然後做比較特殊的行業 就是八大行業 就是非常 然後她有教我說 在店裡要怎麼擺設 所以最近電聲音真的 謝謝大家的支持 是啊 就是 這個意思就是說 無法無法比 無法無法比 對啦 所以有很多人都希望 可以在這個 宗教的信仰過程當中 都會有一些好運到 所以這個唐老師 要從星座來告訴大家 在2009年上半年會有 意外的好運降臨 是哪幾個星座 OK 上半年這個範圍就寬了 1到6月 所以還不錯 我們分成兩種好運 一種是感情上的好運 等一下… 妳就不過去那邊 沒有辦法 對… 喂 黃老師 航空母艦要游移 我牛年有許 我想對妳 對… 妳不要牽到北京 還是牛好嗎 好… 好 我們來看 我們從感情跟工作上來 看看到底上半年 有沒有意外的好運降臨 太陽上升都要參考 是 那現場各位來賓的太陽上升 我都有啦 待會點到你們 我就告訴你們 好 我們先看感情的部分好了 感情的部分 當然也跟我們的人際關係有關 如果你不是真的談感情 但是人緣好 對我們的事業也是幫助的啊 第三名太陽上升如果落到了 我們現場沒有那就是… 牡羊座啦 妳老公 人緣很好喔 看她用在哪裡了啦 工作上面很好 當然是女人啊 我們做珠寶的最重要就是 女人的人緣要好 這是重點耶 真的耶 好 因為那個牡羊座呢 經過前幾年的努力啊 很多人脈開了的 恭喜妳啦 妳會開得更開闊喔 所以妳的人際關係 交友會更廣闊 見得市面更多 然後呢 應酬的機會也更多 那當然呢 如果妳的條件還不錯的話 自然桃花朵朵開 會有莫名其妙的人 可能自動黏上來 妳自己可以要把持住喔 因為可能這個素質是高低有差別的 不見得來的都是同一類型的 好 我們來看第二名 太陽上升如果落到了 現場呢就是一個已經… 黃老師妳上榜幹嘛 巨蟹 妳上榜幹嘛 黃老師妳上榜 黃老師妳上榜 我也只是叫妳過去她邊說明 妳看這個可以做成電腦啊 對不對 看到了沒有 真的… 恭喜… 妳這個桃花 妳這個意外的好運 是妳可以從另外一半身上 撈到好處 也就是說儘管不見得是談戀愛 如果妳有談戀愛的話 妳可能交到多金的另外一半 那如果不是談戀愛 合夥人也很願意出錢妳出力就好 所以在感情上妳會覺得很舒服喔 是一個人家對妳好 然後妳可以盡量把對方吃死的 一個狀態喔 好 我們來看第一名喔 太陽上升如果落到了 有人上榜啦 是妳的天平座啦 天平座啦 天平座啦 好 新的一年呢 尤其是前半年喔 這個天平座呢 走我為人人 人人為我 妳為對方著想 一分對方還妳兩分 所以這個啟動的鑰匙 還是在妳手上喔 如果你還是冷冷地對待它 那當然這個好運就沒有… 不見得是用在這個人身上了喔 好 所以基本上呢 妳的人際關係是大開的 桃花運也開的喔 那妳想把這個桃花運用在哪裡呢 如果妳用在創作啦 用在表演藝術啦 用在非常出風頭的話 那都是沒有問題的 既然出風頭 妳的能見度就會很高 所以太陽上升落在這三個星座 都是上半年感情有好運喔 好 我們來看一下 工作上有好運的是誰 意外的好運喔 第三名太陽上升如果落到了 安君蹭跟我們嘉謙的 去 落上榜啦 在工作上面的 處女座的工作呢 是來自於妳們不怕苦不怕累 以及呢 其實滿多瑣碎的事情 所以妳們願意接 妳就會有這樣的好運 那當然這個景氣不好的時候 不是很多人被鼓勵創業 或者是接個案子啦 或者是獨立地發展一些作業系統 那處女座就非常符合這個機會 因為妳不怕累不怕麻煩的話 而且如果有縫妳們就願意專專看 這個機會也許我去年貨大街 也許我去哪裡 這個短期內也OK 處女座任何小機會都不放棄的情況下 妳的意外就開啟了一個 可能比較中長期的可能性 所以處女座不妨參考 上半年是一個契機 好 我們來看第二名 太陽上升如果落到了 我們現場沒有 那就是水瓶座啦 讚 好 水瓶座像妳老公就是 還有林玉佩老師 張本瑜他們都是 是的 是的 好 這個水瓶座的人呢 妳要大膽地跨出一步 因為可能之前妳會覺得說 好像很多資源呢 運氣不是很好嘛 資源也不見得很確定能夠到手 可是基本上2009年妳是算心想事成喔 只要妳敢開口妳會發現朋友都很支持妳 然後資金幾乎妳也是開口一樣就出現了 所以這個是妳要自己大膽地去要求 那我相信工作上就會有好運 所以毛遂自見我是非常鼓勵的 好 我們來看第一名 太陽上升如果落到了 來 現場妳幹嘛呢 好 娃娃 小娃娃跟那個嘉芊上榜啦 妳的意思是嘉芊 我都會這樣 那個妳是指我啦 對… 黃嘉芊上那麼多榜幹嘛 都沒有上吧 她連她老公都上了 真的 好 雙子的朋友 這個妳可能會用新的面貌來面對大家 那我們也會很意外啊 妳怎麼好像轉行 但對雙子來說她不是轉行 她只是玩一玩 結果就玩出一片天了 太陽上升落在這三個星座的人 是工作上有突然的好運 這三個星座的人是感情上有意外的好運 大家參考看看 所以在中國娃娃對不對 是不是也有意外的好運 對… 像我們剛剛有提到這個小王手上的佛牌 妳們知道在泰國不得了 好多人為了要搶這個佛牌啊 還發生暴動 暴動妳就算了 還猜死人 這麼嚴重啊 而且聽說這個佛牌啊 也太瘋了吧 對 佛牌聽說有人 就是如果有那個高升提煉過的啊 加持過的 對 很多人願意拿這個名車啊 豪宅別樹來換耶 真的有猜死人 台灣只會搶卡洛企業套票 對 還蠻奇怪的 你們知道現在還有佛牌可以搶 對啊 還有牌 這當然是排隊佛牌啊 會不會是佛牌啊 會不會是佛牌啊 對 老師有啊 所以一般來說的話 佛牌它其實有分的 基本上來說 你像看到這個 這個就一般的佛牌嘛 那你如果再看這一個的話 你就發現它完全不一樣 很不一樣 那這個是… 這是古佛牌 那基本上來說 它比較頂級的佛牌 有時候你看到他們有上青漆 這個是上金箔的 那一般來說 它這個像限量 有的… 比如它一年 它今年只做十個 那你必須… 你如果沒有特別交情的話 或沒有的話 其實不容易得到 對 那再來的話它會因為 比如說各種不同的 你看到各種不同的造型 那它有修的各種版 跟個子不同 謝老師那邊有好多個 對 這都不一樣的嗎 對 個子不同 那比如說像我們講說 這種佛牌的話 它其實在泰國當地 是非常有名的 比如說我們舉個例子 它今年…也許它只做三個 這三個可能有一個 會有一個 比如說我舉個例子 有時候王室 它當地的王室很新的 對 他們會來 對 那所以你剩下真的能夠出去的 剩下幾個 大家就要去補 等一下 那這佛牌 都是誰在做啊 是廟在做嗎 龍泵 是他們的師父 對 他們師父 這是有…比如說像我們 三義有木雕師 你看像我們的和尚一樣 他們叫龍泵 他們做的 對 那聽說這個還可以爭執 對不對 對 一樣爭執 在網路上拍賣嗎 不是 我的 它這個好厲害 這是我的 對 你也太誇張了吧 你剛才在博恩上 對… 那佩戴這個會有什麼禁忌嗎 或者是說它有一些… 尿尿的時候要拿下 事實上它就是洗澡 睡覺把它拿下來 還有在就是你跟男女之間發生親密關係 我把它拿下來 然後不可以放在口袋 所以你常拿下來嗎 我回到家就拿下來 對 對 對 要在家裡嗎 要在家裡嗎 拍片的時候要拿 因為你也知道當名字做人 然後… 然後… 快跳破了 對 爸爸那麼羞 被說中了 沒有 像這個就… 這個就真的是擋小 我覺得還滿有用的 所以其實我們這樣聽下來 泰國真的有很多很奇奇怪怪的東西 對 而且就是大家都沒聽過的 還有另外一種就是 之前我們在節目有講過 可是沒有深入討論 就是… 這個以前上過新聞 就是有一個 當地以前的和尚 那… 在舊的寺廟裡頭 就殺了一個嬰兒 然後給很多記者 然後當地討成那個室友 這個是有上新聞的 那個… 後來那個畫面 台灣也有播過 他有上那個馬賽 不是 他不是上 他是上蒙的 就是看不清楚 天啊 那這個當然因為他其實 後來這個也… 當地也接受懲罰 這個和尚有接受懲罰 就是… 從此以後他不能夠再碰 這方面的東西 那所以這裡有… 那…但是呢 因為當時他們用透過這一些 有一些比如說他… 剛剛提到有可能黨災的啦 醫生人員的啦 當然還有一種 大概就是… 類似那種男女合合的類似 對 那還有一種是孕婦 他們就是可能要找… 比如找個孕婦 然後他在… 可能在懷孕的那個過程裡頭 那麼就是… 大概給他那個啦 然後他死掉之後呢 然後他們半夜就去挖他的屍體 然後用下巴… 然後再把那個油盛起來 對 那一般… 他就… 他盛起來之後 有時候他們會看不同的功能 比如說有的他男女合合 他裡面就會放陰陽木啊 之類的東西 對 那麼當然就是他們做一些這種東西 那另外還有一些 其實泰國當時 現在你在比較老 就一些那種… 那種市場 這還可以找得到這類東西 還假的 真的喔 對 還可以找得到 大部分就是屬於 醬頭師在做的 阿戰在做的 對… 講到這個醬頭師不好意思 講到這個醬頭師說實在 因為我們之前節目裡面 也有曾經說過 這個被下醬頭怎麼去分辨 我只知道說 看你的眼睛紅不紅 除了這個 那還有什麼可以分辨 我們第一種情況 我們第一種情況 它有幾種 第一種是 這個就是這樣 真的是這樣子嗎 它其實沒有這麼粗 再更細一點點 我有 就我們很像那個瞳孔 有一條線這樣穿過去 很像針線 我們針線的線 這很像針子耶 沒有 你因為是要檢查的時候 當然這一種 一般來說的話 通常就是 如果是觀眾朋友 那你看到這個大部分 就是已經被下降了 第二種觀眾朋友 稍微注意一下 它灰線的部分 也就像類似像這樣 它是灰色的 那灰色一般來說 比較淺 對 比較淺 法力沒那麼深厚的 這樣一頭 就是常常不到就好 不是… 它其實在我們民眾上面來說 有些觀眾朋友 稍微注意一下就是 因為在當地 有一些是降頭師 有些是因為 我們台灣有些老師 過去學了之後 把一些符咒 符咒的這個 就是可能又再做一些交流 所以後來呢 有一些符咒 像我們下符的時候 它就會出現灰色的這個紫線 而且這一般來說 是中了人家的符咒 對 那另外 我們眼下 如果有斑點的話 大家稍微注意一下 眼睛 你要往上斑 你要看你的下眼白 它出現的位置 大概都是在下眼白的地方 大部分像這個的話 大概就是中了人家的符 我有 怎麼辦 我會下這樣頭啊 真的還假的 下 它真的有耶 那個不是啦 它是 因為角膜墊墊墊墊墊墊墊 它多點 沒有我以前就有啊 你可以看 你會下很久了吧 它真的有 我可以下很久了吧 等一下 那潛西老師 那個可能是身體的那個 學衣學衣服 內傷 這個是不是啊 老師 那不是不是 不是 我以後 可是好像喔 它是斑點 對 它是斑點像字一樣的斑點 一點一點點在裡面 所以那不是 真的不是 我會哭 太可怕 你是不是 被下降頭的人應該不會像 現在這麼清除的腦袋 真的嗎 而且還吃到 難怪我一直都不清除 對 老師 這個一定要到那些當地 才會被下降頭嗎 我在台灣 然後會不會 對啊 它一直被狐神下降頭 你知道嗎 它怎麼甩都甩不掉 其實對 隔海可以 一般來說通常下降頭或下伏 或者我們講 是根據那個降頭師本身的 那個法力的 深厚的程度 高低 對 它真的高 比到高低 我只要看過一眼那個照片 我不用它的任何東西 就可以直接下 對啊 或許用意念下降頭 對 它可以直接用 意念真的很合理 因為我真的很想解 對啊 因為我真的很想解 我真的很想解這個很胖咒 可是問題是 我不能求助做 這一學老師也被成功 說得好 我認爲 我先生的認爲 就是你兩個互相下的吧 對啊 誰也不想擺脫誰 幹嘛 不是 重點是 謝老師得罪了誰 要不要多下去 好 來 繼續 你一點的靦點 你看 對 只是在講個下降的我的故事 好 來 好 希望眼下斑點還有 如果說像雪絲 可以像這樣子傳過去 我們一般來說 我們看到我們眼睛 通常都會有雪絲的 對不對 可是雪絲通常很少會 直接穿過去 大部分都是比較細的分開 就前面就分開了 那一般如果大家 只是覺得眼睛紅紅的 那有時候可能真的 就是沒有睡好 可是它一般 從眼尾這樣穿過來的時候 通常在民間裡 認為就是你碰到不乾淨的 你碰到不乾淨的 好兄弟 好朋友 那有時候 或者人家真的 可以給你嚇小鬼 這也有可能 沒有 但是比較嚴重的是 當紅線 在民俗上的說法是 紅線穿透 然後這個眼睛到這邊 到另外一邊的時候 對 通常大概 大概就是沒有去 如果說真的有些人 已經被下降頭了 然後他 對 除了找老師 那怎麼辦 其實一般觀眾朋友 如果發現有這種情況 大概要稍微注意一下 有時候你如果會半夜 突然抽痛 這個會有徵兆 就是 除了這個以外 它還有一個就是半夜抽痛 你感覺好像被掙扎 怎麼樣 然後痛到醒過來的時候 對 痛哪裡 痛眼睛 還是痛其他地方 有的人他是痛手肘 然後有的痛身體的地方 感覺是像被掙扎 或者心臟 常常被掙扎進去一樣 那通常觀眾朋友 如果遇到這種情形 第一個 那不是心肌梗塞啊 不是 感覺不一樣 對 通常我們一般還是 我們在台灣 還是用一般的嚴密 通常第一個準備 就比如說 一小撮的鹽 然後一小撮的鹽 然後再來呢 準備就是 我們 通常一般來說的話 如果觀眾朋友有 你家裡有洗米 洗米的話 你把那個洗米水 第一次的水倒掉 你第二次的洗米水 加進去裡面 然後喝一下 然後趕快喝下去 通常你會發現 吐出來 會吐出一些東西 也許是淡綠色 然後會有一點點像 那種 泡沫 肥皂泡沫 所以就是電影演的 這是很輕耶 那個是真的 因為我曾經有幫一個人解過 他當 他被針 感覺像被針扎醒過來 對 醒過來他怎麼辦 手是舉直的 因為他是躺的 可是痛到醒過來 他手是舉直的 他說老師怎麼辦 怎麼辦 那我就按來 你喝喝看 他一喝馬上就吐 然後之後 然後他說兩個小時以後 他這個後來就 手 對那個痕跡 他覺得 他覺得 裡面那個好像針 就不見了 這個多姬善緣善的 對 因為其實說實在 你會被人家下骨或什麼 可能真的是就是平常 就是跟人家結怨了 對 像我們上次有看到一個新聞說 有一個醫生 因為鄰居一直跟他 兩邊巧不好 然後有一個醫生 就到鄰居的水塔上面 放那個糞便水 放了二十年 然後那一家人 二十年來都被 異味性皮膚炎困擾 然後才查出來原因 是因為這樣 對 所以最不能得罪的人就是 鄰居 避免讓你遇到 惡鄰居的溝水 趕快來請教一下 我們黃老師 好 我們今天用風水 尤其在目前台灣 通常都住公寓大樓 非常容易遇到 現在我講的下面 這幾種狀況 但這種狀況就表示 你容易遇到 本來可能是沒事的 搬到也住在一起 結果你們就搞成 關係不好 對 就是惡鄰居 好 我們看一下第一種 第一種叫做 門對門 這是最常看到的 比如說我們現在看一下這個圖 大概是什麼狀況 就是說像電梯一出來 這是樓梯間 那麼這裡有四戶 像這兩戶 我們通常就叫做 門對門 因為這個開門從這邊進 這個開門從這邊進 一打開門一看就是對面 那我們有一句話叫做 門對門相罵門 那門對門相罵門怎麼辦 叫他走 那不可能 我走也不可能 我們住在這邊 這兩個要和平相處 對 最簡單就是我們自古以來 所謂的春聯 或者門聯就好了 春聯每年是紅的嘛 紅的我們講可以迎喜 可以避邪 最重要的是大家和平相處 可是你們注意看一下 像這種有時候不能貼春聯 在台灣的公益大 有時候沒有辦法貼春聯的 那這時候我們就要貼紅就好 貼吉祥的字畫 對 例如說大家恭喜啦 恭喜花財啦 什麼萬事如意啦 就可以貼在門的上面 或者門的旁邊 當然最好你還是貼春聯啦 春聯本身又代表門神嘛 是 那如果不行的話 你就貼這個門上或者門邊 貼個恭喜花財 大家恭喜 那早上起來 你一開門 哇 恭喜花財 一開 大家恭喜 萬事如意 大家心情也好 對 一方面這個紅色 你可以剛剛提過 可以引起一方面大家 又和平相處並邪 那麼這樣就可以化解了 那第一項叫做門對門 好 再看一下第二項 這是我們非常容易看到的 就是門打門 更明顯就是這兩戶了 這兩戶呢 門打開的話 彼此會乾燥 對 更明顯的 在台灣很喜歡在外面 再做一個鐵門 那這鐵門呢 裡面的門打開也許不會打到 外面的鐵門一打開的時候呢 鐵門跟鐵門會打到 你也不知道隔壁鄰居 什麼時候要開門啊 一開你一開 兩個鐵門就相打 對 就是要門打門 比這個還要嚴重 那麼這個時候我想 這個不吵架也難啦 心情看得不爽也難 你看你的 互相會互相就是 相罵啦 或到管理 管理員那邊去告狀 等等這些都會發生 好 這時候怎麼辦呢 這兩種比剛才嚴重 剛才門對門 我們還說貼紅就化解了 那麼這個門打門呢 當然也可以貼紅 另外第二個通常我會建議 像這種時候 實在已經兩個人逼的嘛 早上每天出門 就是兩個要相對的時候呢 可以退讓一下 這邊做個玄關 除了貼紅之外 我們可以地上貼個 紅色的踏腳墊 紅色的踏腳墊也是一樣嘛 都是紅 就表示都是引洗避邪 兩個不要相爭 好 我們看一下 還有第三種 也是台灣最容易看到的 就是門外呢 臭血大陣 很多人都把鞋子放在外面 就是鄰居啊 你一看鄰居鄰居的門口 就是一大堆臭鞋子 我不放都不行 因為它放滿滿的 沒錯 好 這種方法怎麼要解決呢 一方面還是一樣 剛才除了貼紅之外呢 我建議呢 你通常這個樓梯間這樣 燈光要亮一點 就是你門口的外面呢 打亮 自己在做個打亮 因為燈光一亮 空氣就會對流 首先呢 這個表示這個臭的味道 能夠消失一點 第二方面呢 燈光一亮 自然而然我們東西 也會擺齊一點 對啊 那麼亮 而且一看就 就是很明顯啊 它也會不好意思 趕快擺一擺 這方面 第三呢 那如果說這個空間夠 因為有時候空間真的不夠 如果夠的話 再擺一個盆 盆栽 盆栽的話也是一樣 一個化解嘛 對 讓它空氣能夠清晰一點 或者說這個臭的 能夠擋一下 但是我不管怎麼樣 遇到這個惡靈居 我倒覺得還是大家能夠 靜一下心來 溝通一下 對 那我舉這個是我們常看到的幾種 給各位做參考 最重要的 鄰居一定要和睦相處 對 好 謝謝黃老師 好 說到這個泰國 有時候就會讓我想起 這個安杰莉娜齒 你知道她身上的刺青 真的超迷人 比如說我真的很欣賞 她有一個刺青 是在肩膀上面的 對 經文 對 她是有經文的 然後我聽說我們台灣也有藝人 布上她的後塵 對啊 是誰啊 可是我不是刺女兒子 跟誰刺 跟安杰莉娜球員的師父同一個 我直接在這裡拉是不是 對 第一次露背好愛惜我 我自己也都看出來了 有看到嗎 有看到了 有 有 這是什麼 孔雀 好漂亮喔 對 好漂亮喔 然後這個是主管 什麼意思 魅力跟人緣 可以摸一下嗎 是啊 然後其實因為在那裡 它還有刺 就是有的人 他不敢刺青的話 他會有這個底型的 就油刺 只刺油而已 對 哇塞 小汪你也有刺青 當然有 其實它這個是比較明顯的 它這個 哪一個 就那條 是這一條 感覺好像受傷 這算明顯的 有沒有吧 感覺被燙到 它很像猜忌 像我右邊也有 右邊是刺一個人的臉 看不出來 可是它這個完全看不出來 對 它會退 顏色會慢慢這樣退 兩個師父是不一樣的 對 那如果曬太陽會不會影響 不會 都不會 好啦 其實說實在 這個刺青這種東西 一定是你要把它打開才看得到 就跟人一樣 你不了解他 你完全不曉得他是哪一種人 所以在這邊 陶老師要從我們的星座 來告訴大家 在職場上是兩面人的星座 是怎麼樣要小心這種人 是好還是不好呢 不知道 好 太陽跟水星了 因為水星是我們在人際關係上 溝通的方式 以及我們的腦子裡想事情的方法 那職場上用的比較多都是水星 好 所以太陽水星這兩顆星 待會兒點到了 我就會告訴你們 好 第五名太陽水星 如果落到了 很好 黃家簽小蛙 我就簽小蛙 還有娃娃 還有男第五名 前面還有四位 我就是要我一定有 那黃家簽就是 兩面人 我有 我沒有 我是啊 我在私底下 都會一直罵… 然後後來上台的時候 我就會數啦 對 她就是數啦 比如說她說 如果待會兒那個人出現在我面前 我一定給她好看 然後那個人出現 她就說 你好 對 這樣嗎 我其實聰明之間是超聰明 超聰明的 超聰明的 對 超聰明的 超聰明的 再來只是她懶不懶而已 她勤勞一點 我告訴妳 她隨便拿出一點點小聰明 就鬥死妳了 可是大部分的雙子 她覺得 謝謝 妳沒有拿一點點小聰明 不要這麼說 好怕 沒有 也有真的笨的 妳也不要把它看得太遠 我是笨的 沒有教我 對 我跟那位同事那麼久了 那位的 高航很淺 有的雙子是懶 有的雙子是不想跟你鬥 但是如果你激發了她 她純心想跟你鬥 或她想要往上爬 她必須開始動用她的小聰明 因為也許她有家累 也許她有很多東西要做 有很多人要養 那當然就要想盡辦法 那這樣的想盡辦法的情況下 雙子是很能夠兩面人的 因為她的手腕這樣的靈巧 好 我們來看第四名 太陽水星如果落到了 現場沒有 那就是 水瓶座 我跟我老公兩個都雙面人 所以我們兩個在家 一定照樣 我們兩個都在疊對疊 還是面佛 是面佛 媽媽是面佛 厲害了 我們家 其實她的雙面人 比較隱形一點 比較隱形一點 但是她很現實 其實水瓶座是很現實的 真的 你有利用價值的時候 她會對你很好 我就說吧 她就是看上她 輕輕地罵對 她應該不是雙面人 她也不說她一身的性質 在你身上 對 對 對啊 好啦 我是說職場上的水瓶座 當然也有一些水瓶座 在沒有厲害關係的時候 你跟她做朋友 你會覺得很Nice 因為她很熱心 但是呢 如果你跟她是有厲害關係的 你可能就會感受到 比較多的人情能暖 可能你就會覺得她是雙面人 我們來看第三名 金太陽水星如果落到了 我們現場沒有 那就是 雙魚座 好 雙魚座的雙面人 她是永遠會面面俱到 好會做人 很會做人 而且她不懶 對 她不像雙子 雙子有時候會懶 她是不懶的 對 雙子還會不接一件話 但是雙魚不會 雙魚永遠把事情做得漂漂亮亮的 對 把話說得冠冕堂皇 那但是呢 這個也沒有什麼錯 錯在哪裡呢 錯在她是有她的盤散的 她是有目的性的 她是有目的性的 那當然水瓶座可能 在你們確定不合作 或沒有厲害的關係的時候 她就直接放棄了 對 就露出來了 但是雙魚座是 她還會試圖地在你身上努力 然後呢 慢慢地那個目的就會發現了 原來她的服務不是不要錢的 她的服務是要錢的 後面你要付出代價 她先讓你上癮 她先讓你習慣了她給你的好處 之後她再從你身上大撈一筆 謝謝 好 我們來看第二名 太陽水星如果落到了 好 我們現場沒有 那就是 摩羯 謝老師的摩羯座 摩羯座 看不出來 還真是看不出來 他往前看 他往前看 他往前笑著 你是不是像他出去的時候 都罵我們 沒有 可是那也不會不會 摩羯座實在 摩羯座有分兩種 因為摩羯座畢竟是土星在管 有的人會把自己姿態 擺得很低很謙虛 但是有的人他認為 他已經息腹熬成了 我已經高高在上 那這種人 也許他已經是一哥級的 或者一姐級的 那他很可能就是 他要做人嘛 他表面上一定是和和氣氣的 然後私底下 可能跟他的部下說 幹掉他 這交理痕 就有可能 這交理痕 對 剷除異己 因為他受不了 他覺得 他覺得你不懂遊戲規則 他喜歡剷除 不懂遊戲規則 黃老師你要小心 他會幹掉你 不是 不會了 我很壞對不對 其實這種遊戲規則 應該是職場上 走玻璃間第一名 其實這種摩羯座 你是看得出來的 也就是說 他表面上話講得很漂亮的 謝老師不太會講話 大家都知道 我不擔心這個 我擔心是兩個胖子夾著我 這個我比較擔心 因為我臉那麼瘦 你擔心你越死 還是被夾死 被夾 產物越來越小 好 那我們剛剛講的 摩羯座是要產生意識 是 所以也許他就是屬於那種 表面上還是跟你交好 那你要當心一點 李玉銘 誰最厲害 海洋水星如果落到了 想不到 狠角色竟然是大炮型的方文的 天平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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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怎樣雙面 其實天平座要看 欲強則強欲弱則弱 我覺得是一種生活歷練 你不要惹到我 你惹到我就倒楣了 我平常不說話 對 可是我會給你機會 那機會我也是那種 就一次兩次機會 第三次對不起 你又沒機會 我也不會讓你最方知道 你得罪你 對 他記在心裡面 那個分數 所以除非你跟他非常熟 你就會知道他所有的想法 如果跟他不是很熟 你就永遠只會看到 他很友善的那一面 所以我們會覺得 他可能是雙面人 但是不要小看他們 好 太陽水星落在這五個星座的人 都是屬於我們很可能覺得 職場他有雙面的傾向 大家可以參考看看 那其他人也是有全能的 是 不是 不是你不用 那我就為了這些 這個上榜的 也包括我自己上榜的 說幾句話好了 我們其實 是啊 這個也是為了在職場上 大家有個 這個好相處的狀況 以何為會 以何為會 對嘛 對不對 不敢我敢 不要斷說了 再說就沒有誠意了 因為接下來這一題 就是為了就是讓大家好 大家在事業上都可以開紅盤 這樣我們就不用雙面人了 有這麼累 黃老師來教教我們好不好 好 我熏陽鍵開過來 好 我不是航空母鍵 對… 我沒有影射任何人 我知道 你好好故意 你這個雙面人 不是 他很欠揍 他是水星雙子的沒有錯 對… 好 我用民俗的方法來教各位 2009年新的一年 讓你事業開紅盤的方法 我們先看一下這個時間 這個時間是 農曆的2月2號 農曆的2月2號叫做龍台頭 因為農曆2月2號 就是今年來講的話 剛好是國立2月26號 也就是說 叫做土地公的生日 有人說做頭牙 頭牙也就是這一天 是 那麼我們知道 通常冬天到了 那個蟲 蛇都會冬眠 那麼這個時候 為什麼叫龍台頭呢 它開始要跑出來了 那龍 因為天上的春雷一響 龍也出來了 龍一出來要做什麼 星雲布雨 一星雲布雨呢 農夫就開始要耕田了嘛 古書以農夫來講 那也就是表示 各行各業的人 開始要來好好的開創事業 所以龍一抬頭 那麼整年長紅 那麼這個時間呢 就是要當天的上午的陳時 陳時就是上午7點到9點 這個陳也代表龍的意思 就是那天上午龍的時間呢 我們開始來做這一個小平方 好 那麼地點在哪裡呢 要在你家客廳的西北方 那麼今年是牛的年 2009年 為什麼西北方是鹿馬交池呢 首先我們講一百關鹿星 今年的一百關鹿星就在西北方 第二 今年的一馬 馬也是在西北方 所以西北方變成有鹿也有馬 鹿馬交池 表示你不但生意好大發 生意越做越賺 那麼你如果開公司的 越來越發了 是 好 就在客廳的西北方 你去做什麼東西呢 麻煩你要擺設像這樣的東西 任何只要是龍 因為是龍抬頭嘛 所以你只要是龍的圖案 或者模型 因為這個在中國的社會 很容易拿得到 龍的圖畫你就掛在西北方 如果是它的圖的模型 龍的圖模型 你就放在西北方 擺設一下就可以了 那這樣的話有什麼好效果呢 就是我們這邊講的 它的效果呢 可以整年豐收 事業長紅 各位就參考試看看 很容易很簡單的方法 讓你整年度 事業開紅盤 對啊 大家事業好 就沒有什麼雙利人了嘛 當然大家都好了 那這個節目最後 這個中國娃娃要告訴我們大家 這個新專輯 對 這是我們的新單曲 好可愛 過年的時候聽這個一定很快樂 那其實是為了一個 全世界巡迴的公共藝術 就是台北奔牛節 就是台北奔牛節 創作的一首 創作的一首歌 然後剛好可以搭配過年的氣氛 因為這裡面是祝福大家的歌曲 OK 好 所以大家好好支持一下 好 在三四月的時候 我們會再發這個EP 這只是單曲而已 暖身 你想 暖身 對 暖身 接下來這個三四月 大家好好繼續支持一下 我們的中國娃娃 今天再謝謝所有來賓 來到我們的節目裡面 謝謝 謝謝我們的江蕭老師 謝謝觀眾收看 謝謝你們 拜拜 下次見囉 謝謝